再次强调一下 今天的大盘 红K棒 收盘再创历史新高 但今天的史高 一点点都没有那个很happy的感觉 因为借券 今天的讯号很差的呢 你看 外资如果觉得这个行情 有机会拱上去的史高 它有必要借出 100多200多 今年208.8亿的借券总金额 还不止股票借出来 这个券所指的就是股票 股票借出来 还真的把它狠心地卖掉 卖就是卖高买低 这边才是赚的 你看它卖多少 借券卖出的金额 竟然高达72.6亿元 叉叉叉叉都是叉 再来期货加选择权 这一张之前预航上礼拜二 就叮零过 大家要盯着看了 期货加选择权的进口数多单 走下坡就这一天 然后又回归到滚下坡的格局 坏二 坏三 第三个 期货多单这样子 然后选择权 选择权是唯一一个小小亮点 不知道我刚刚一大堆坏的 怎么会总口数 单日变化 金额 这个还是多的 我实在不明白 全部的讯号都是坏的 来一个选择权是正向的 那到底又是什么意思呢 麻烦月光 大家说讲清楚 到底外资现在心中的想法呢 是其实我们从期货和选择权这部分 两个两个衍生性商品的特性 来看出来 其实外资期货加选择权大幅度的减少 主要来自于期货的减少 那期货大幅度的减少 其实就代表说 他对于中长线的未来 其实是比较偏保守来去做个看待 可能是比较偏中性的 没有像之前这么看多 转空了 对 但是在选择权的部分呢 为什么他就持续的做一个比较偏多的操作 可能是比较偏短线 因为我们知道选择权 他有到期日 到期日之前 可能他这边没有去做一个看空 这样子的心态 好 那我记住 如果在你说选择权的做多 他是偏短线 选择权有周选周选 每个礼拜的三都会继续结算 所以他的选择权的做多 不是长线的看多 而是短线上赚一下赚一下 赚了就跑 没错 而且我们可以发现在近期 他们的期货大幅度撤退之后 可以发现说 他对于短线上 可能认为是一个比较相对的高档 包含我们可以看到 借券卖出的金额不断的升高 然后借的股票也越来越多 所以从这些讯号上来看出来 这个外资对于中长线的格局 可能开始做一些调解了 要个答案就好 大家听仔细了 也听玉衡提醒大家 我问题很简单 我如果怕外资现在的油多转中性 未来某一天中翻空 翻空将会见到哪些讯号说 第一个我们会看到 他的期货多单会直接变成复数 变绿色 对我认为是很有机会会有出现 但是他这个变复数 是不是代表我们台股 就马上见高点 其实并不一定 因为我们其实内支部分 还有一些筹码在上面 讯号二 讯号二的部分 再来是选择权的部分 如果他开始持续的增加空档的话 就代表说短线上要开始杀了 那这个部分大家就要特别注意 太好了 幸好今天专家说得如此清楚明白 观众朋友 外资已经开始由中性偏弱 跟保守的操作 如果中性转空 讯号一 现在看起来的美好 之后如果变成是这样这样这样的话 他准备要杀了 要空了 再来刚刚提到了那个期货多单口数 以后我讲就不会期货多单口数 哇 期货多转空了 变成绿色的空单口数 绿色Green 所以如果两大讯号 如果您都看到的话 那么意味着外资已经转空 因此今天现货插播一下棒子 外资的现货 今天你看月娥讲对了 卖300多 卖这么多 买才买一丁点 因此微良帮我找一下 现货专家 也就是外资在买跟卖之间 查出什么端倪 而且贵买 昨天居民有讲 还有包括玉堂也说了 现在是贵买强过的集中 如果是这样的话 贵买的外资投信的动作 也麻烦您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 在集中市场外资买超的 个股部分 第一个来讲的话 就是群创友达彩晶 那这个其实很明显就是 买进低基期的面板族群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 我们看到有包含像华邦店 旺宏 那这个就是记忆体产业 再来第三个是长龙 阳明 这个就是航运股 那么也持续买超了一段时间了 位阶相对是比较高一些 不过整体的产业报价趋势 还是在往上的 那再来 第四个族群 比较特别一点是 我们看到有林申跟历程 这代表是二线封测股 因为目前其实整个半导体的产业 这个涨价潮已经延烧到下游的封测 那么其实在最近第四季 甚至明年初 陆续都传出对客户端有一些 调高报价的一个情况出现 所以大概在集中市场部分 就是包含面板 记忆体航运跟二线封测 那至于说外资卖超的部分来讲的话 那这里看到 其实大部分都是金融或金控股 总共占了有九檔 将近一半了 包含像星光金 中售 或开发金 中信金 永峰金等等 所以我想其实对于金融股 外资似乎都已经走到了岁末年中 还是有点赶尽杀绝 不过相对来说 也代表股价 其实利空不跌的底型 也在这里慢慢的形成 所以我觉得一般投资朋友 其实手中有金融股 倒不用随着外资起舞 而去做追杀 金融股不要杀 对 那我问你 因为你这段话 让我想到上个礼拜五 成龙大哥有这么一说了 应该外资卖的有点狠 金控股几乎还有承重股 是卖掉的嘛 对 成龙大哥就讲到说 因为现在美国疫情很严重 不像台湾口罩这么一戴 就到处趴趴走 他没 他本来是认为说 外资在十二月天 今年应该是不太会休假 还会在台股当中进行琢磨 买一些 不知道您认不认同 还是一样照杀无误 照样去度假 你怎么出国我也不知道 来请问 我觉得其实十二月 要再大买的可能性 应该是相对偏低 为什么 因为既然今年其实说实在 已经错过了十个月份的行情 那十一月也已经补了 大概一千亿进来 可是再补一千亿 他卖了七千多亿 对 但是我觉得因为时间点 走到了年底了 那干脆其实在这里 不如先休养生息 那明年再重新来做操作 所以我觉得从最近现货呢 事实上已经又有点转为小卖了 那其实基本上还包含在整个齐全市场 也操作比较保守一点 所以我觉得其实慢慢应该十二月 还是会回到由中小型股来当家 那其实像贵买市场就是一个典型 中小型股 而且他也代表落后补涨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今天环球金股价 已经连续拉第二根涨停板 那这边其实外资也积极的琢磨当中 那再包含像其实后面看到合金 这个也是属于矽晶元产业 所以其实在目前外资在贵买中心 甚至是投信在贵买中心 所买的股票里面 我觉得大概都符合一个共同点 都是属于低位阶补涨 投信在贵买部分也是一样 也是情下低位阶 对 大家看到其实买最多的中美金 因为这个也是属于矽晶元产业 而且是环球金的母公司 那同样的跟外资有志一同买进 也是合金 所以其实走到这里 很明显其实回到前面所讲的 其实岁末年中 法轮一定是在准备调节 获利卖出今年涨高股票 那真的有去布局 一定都是看好低位阶 而且明年可能产业景气 要翻扬上来的一些类股 契考昨天有请玉堂帮大家追 环球金并然那一家的国际大厂 还有机会成为全世界 在这个晶元片 我印象中八寸还九寸 金并片的世界第二大市占率 所以中美金是环球金的母公司 因此就正在买方了 换仔细 刚刚微凉有待 贵买当中如果外资投信 同买超 买盘力量 推升的动能 就会比较强一点点 反观外资的买 而外资在集中市场的买 清一色四大类 一个面板 第二个记忆体 第三个就是半寸体当中的 二线封册 包括了运输 长龙那些等等 总之他们比较偏保守 那外资的卖 你就盯着看金控 刚刚微凉说得好 如果他金控杀得这么凶 杀到价值型投资 可以买来金控放长的 您也不用跟着杀了 以上结论跟您最佳分享 接下来掌握大盘 玉衡请上来 台股今天很不一样 完全百分百被我们前线专家 昨天的记名给讲中了 红K棒 亮缩 大家昨天买进去的 今天不愿意杀出来 所以打一个圈圈 第二个圈圈 收盘价收最高 这个再建屎高 第二个圈圈 然后你看收在最高的位置点上 是黑K的二分之一 再来第三个圈圈 请问一下 这样个圈圈意味着 台股还有机会往上吗 但是刚刚期货情况是不好的 不知道下一步您怎么看 我认为第一个 我们可以刚才有提到 外资其实在这边开始 偏保守偏中性 那再来时序 我们进到12月之后 外资他们又有圣诞节的长假 所以应该会是以内资为主导的 一个火力来带动往上攻 再其实我们看 第一个这个缺口 其实已经补掉了 但是在这边我们其实虽然收盘是收最高 但是这边仍然是在长黑的 这个整个实体可以放的中间 我问你喔 在技术角度 专家有教过 这有点像妈妈在世外 巴豆怀孕 所以这叫做母子孕育线 对 母子孕育线的话 其实我们后续就是看他往哪边突破 就往哪边做 他就是一个趋势的方向 所以咯 母子孕育线的这两根往上或往下突破 是看这个妈妈咯 看妈妈的方向 如果妈妈的底部 这边有跌破的话 那后续就是往下看 反弹应该是站不回去 那如果是顶部这边有突破的话 那我们也是这样 等他回撤 守住了 那我们后续就是往上攻击 那我把它问具体喔 游标帮我跑一下 也就是耳后 明后两天是关键 明后两天 如果今天跟明后天 139 没关系就这样子就好 13969 如果越过的话 意味着母子孕育线转强确立 可是昨天的低点 如果灌破的话就不理想 对他就是一个往下去突破的母子孕育线的向下突破 那我们今天算是成功的第一天吗 对这算是第一天 其实正常的反弹 这样子算是合算是合格的 那量也是OK的 量也是OK 应该要缩 对量的部分一定是量缩 但是量缩也不能缩的太夸张 其实我们是维持在五日均量这附近 大概是两千二到两千五两千六左右 OK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字卡罗 这个蕴痕的叮咛 第一个就是母子孕育线 对我们昨天长黑之后 今天反弹了 这个母子的K棒 现在就是孕育 然后孕育之后 妈妈的这个方向往哪边突破 我们后续的趋势就是那个方向 刚刚说上市13 13969 下面的部分是13722 那这是加群指数的部分 那量人的部分 我们仍然是维持 大概两千两百一到两千五百一 才有办法分多天去把这个黑K吃掉 那在技术指标的部分 其实目前都还是位在一个高档有压的技术指标 包含MACD包含KD 来我们检查一下好不好 技术指标KD MACD现在是高档有压吗 今天我也发现到了 像大阪今天收盘 再次强调收哦 今天收13885 是史高哦 但这个KD是往下的 K现在上 但是D74是往下 还有MACD柱状体是在收链的哦 都是负向发展 所以两个技术指标 其实都是比较偏空方的讯号 代表说在中线的部分 我们往上攻击是需要 大家这个量能要再往上去突破才有可能 那我问你哦 假设如果明后天 因为这两天是关键 你说今天的红K是漂亮 如果他继续在往下 然后不小心MACD由正转负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 刚刚的13游标 跑一下昨天的低点13722 13722破的几率就大了哦 没错 所以我们后续一定要去观察在 大概落在13700到72这附近 是不是有买盘去做支撑 如果这边买盘是弃手的话 那这边大家就要小心了 所以这两天来回到刚刚那个 今天不错 这已经走一天了 明天再看一天 然后再来外资 刚才我们提到外资法 的齐加选包含主要是期货 它的多方口数是持续的下降 因为下降的口数是蛮多 那我们希望的是今天夜盘 如果能够因为美股的大涨 往上带动的话 它明天的期货能够补回到万口以上 这是第一点 再来是两大法院的选择权 多单水位其实是回升的哦 我们看两大法院的选择权 多单水位回升的主要目的 是自营商的这个绿色这条线 绿色这条线从空的范围 多单一点点 对耶 外资红色这条线 其实一直都是多单 所以我们整体来看 在明天的周旋结算 其实并不看太差 明天其实还有机会去延续 今天的一个走势 跟大家说这现在每个礼拜二 郁恒会带来的 就外资跟自营商 在选择权的多空方向 那蓝色的呢 这应该是说绿色是自营商 红色是外资 然后这个棒子 就是蓝色的这个棒子 可是我要问哦 您刚刚说因为它现在的 外资加自营商的选择权 多单口数是增加的 增加 可是您刚讲选择权 它是做短的 明天礼拜三周旋又要进行结算 假设如果结算完之后 因为它是跑短的嘛 结算完之后这个棒子呢 又变短了又变小了 或变负了 那就打叉叉 对那下个礼拜的行情 大家就要开始注意 可能会往下去测支撑 看得很短了 你看现在的法人 好我们接着呢 贵买 您刚刚说内资 那这个期待就更高了 对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期待的 这个网上今天 突破177 虽然是有一个实质线 当然拉回必须要把它再守住 守住之后呢 就有机会再去往上去做个攻击 那希望贵买可以 回来带动我们的集中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KD在这边 它两条线 其实是走一个高档顿化 那其实从 它什么时候开始高档顿化 从这个时间点开始 就在做高档顿化 高档顿化的时候呢 其实它就一直往上去做个攻击 而且我发现了 早播帮我们拍这边哦 观众朋友看仔细 KD KD K大过D 大过的话就没有死亡交叉 那我们看到 K是90.22 D89.92 所以现在的KD是好的 而且这边 MACD也是正值 麻烦您往右边看 换言之 贵买的创新高 这边高档顿化 这边MACD正值一直在长大 完全没有背离 而且这边是高档顿化 那就有利于多头续工 没错 所以我们续工的期待性 就放在贵买这边 希望他可以把贵买把集中指数 拉上去这样子 好那我想起了一个 去本楼听仔细 最近就好像我们国内的国片拍得很好 我才刚看完孤伟 我就想让你感动 我告诉你刚才讲了 刚刚的魏良说的好 他说外资呢 在12月份会跟我们say bye bye 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12月份今天12月1号 那我们就把握机会 你走你的好不好 你走你的员工到我过我的独木桥 内资开始在斩雄风 12月份再次大力抬头 就从OTC的中小股 扩散拉到大股的集中 请问是这样的沙盘推演吗 我认为这样子的剧本是有机会实现的 但是我们还是要看贵买能不能够续墙 他如果这个缺口补掉的话 那这个剧本就没有了 那就不要补嘛 对 就必须要在这个缺口之上去做攻击 我帮我跑一下我告诉你 老师在讲我们要听好不好 叫我们不要补就不要补 这个是175.24 内资再来团结吧 我告诉你不要以为不可能 今年1到10月份 是我们团结撑起一片天 没错 外资也塞就贴下去了 外资都没贪到钱你知道吗 11月份才买一点点 他才赚一点点 所以今年是我们哈哈大笑笑外资的时候 不要理他 这个多发缺口没有补 我们就来展演剧本这个样子 然后重转熊风 对 没有错 好 太好了 这个急救贵买已经帮您问完了 接下来进入到月份的第二题 因为今年都要结束了 股票一大堆 手上一大堆股票 可是我也不知道说 我也怕如果具体震荡会往下掉 该怎么办 我的股票有这么多 台积电10张 侯改20张 比如说 那我到底要用小台纸多少的口述来做避险 其实是有方法的 回到第一张教大家 对 我们如果要算我们的这个避险的口述 我们就必须要去算一个叫做他的beta值 那我们在算beta值之前 我们先观察我们小台 他到底可以等于多少的这个指数 对 那我们就先计算合约价值 假设我们是在万四附近做一个整数来去做运算 在做避险的话 那他一点是五十块 所以这样子一万四千点的话 就是价值是七十万 你就是小台纸 你如果买这个市场 他的小台纸的合约价值是七十万 相当于就是我们在台股买所有的股票 然后大概凑到七十万这样子的一个价值 对 有道理 对 那他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的去估我们的股票组合的beta值 他的beta值的概念 其实就是当大盘变动一个percent的时候 你的股票投资组合变动多少个percent 如果你的股票组合是标股的话 可能大盘变动一个percent 你标两个percent 那你可能就会有 你就需要比较多的避险口述 也就是大盘涨一 对 我的个股也涨一 那么beta值就是一比一 但是如果大盘涨一 我的股票涨三 那我beta值就是三 如果大盘涨一 我的股票只有涨二分之一 零点五 我的beta值就是零点五 没错 端端看他跟大盘的联动度 对 所以我们要去算我们这个 股票的这个组合的变动的percent 那比如说如果我们都手上 比较多牛皮股 或是金融股的话 他的beta值可能就会比较低 举例来说像中华电 对 那我们就当成他是零点五左右 可能零点五到零点三 不止 我们等一下带大家看 那如果是热门股 比如说像最近的联电很热门 或是新兴都很热门 他beta值可能就一点五 甚至有的到二以上 你看热门股就是大盘涨一 他可以标涨一点五 然后牛皮股 老门股就是大盘涨一 他才走半步而已 所以我们的投资组合 如果大部分都是牛皮股的话 那我们需要准备的小台 来避嫌口数就会降低 如果大部分都是热门股的话 那我们可能就需要 比较多小台的来去做避嫌 那如果这样你这么说 广告前我先确认一个答案 我的股票 第一个先把它 因为我可以算几张 那乘上价格 所以加总起来就知道多少钱 所以这个多少钱 到底要换算小台其几口来做避嫌 势必要抓到每一档标的的 β值是吧 没错 去做换算 对 好那来谢谢 先请回座 这时候坐在电视机前的您 就会问我了 那β值每一档个股的β值 都不一样吗 是的 第二个β值去哪里查呢 没关系 回来之后 玉衡会教大家 Google大神又来了 我们慢慢的一步一脚印教您 怎么查每一档个股的β值 因为它是要用来换算 股票这么多 你到底要空几口小台其 来做避嫌呢 马上回来